說到台灣小吃菜桃粿 很多人要點 要吃 不過其他菜桃粿口味都很簡單 讓別人這間辛苦的餐廳 決定用菜桃粿做電視料理 變化口味 跟各個實材 甘肥 櫻花蝦都放在米粿裡面 用來就用鵝米 要用櫻花蝦 要用櫻花蝦 這是比較入圍 要用來做口味的 口味鏡頭更好 那九味 我才覺得這個甘肥 也屬於海產人員 所以我才研究一下這個甘肥的蘿蔔糕 這個蘿蔔糕吃起來清甜 還軟 這個粿是 跟我們一般傳統的粿不一樣 我們傳統粿會硬 煎起來硬 這個煎起來再加兩三點 也是很軟 我常常用的甘肥說 有菜桃味 菜桃的那個 硬開的感覺很好吃 我現在就加一個甘肥 櫻花蝦 所以多種口味可以選擇 我覺得很好吃 這個用了高級的菜桃櫃 不然大部分的民眾來試吃 冷靜 雲林館長長的音味 也是這個菜桃櫃的頭號粉絲 我覺得兩口的口味都很特殊 風味不一樣 但是都很好吃 材料真實 所以像這種菜桃櫃 應該我們傳統的菜桃櫃 跟他來比 應該他做的更讚 現在這一條大約一大間的菜桃櫃 才百出頭口 裡面除了甘肥 櫻花蝦也放在你想不到的實在 櫻花蝦 蝦米 鹽腸 香腸 所以它的口味就是這樣 這我都用手工的啦 都用手工的 準備說用這個煙花 用芒蝦的 要是說要做加盟的 中傳統的菜桃櫃 放滿甘肥的櫻花蝦 以及滿滿的菜桃櫃 讓人感受到冰冰米室 也有高級的食材 吃了一般菜桃櫃的面種 不好來試試看 記得給我們差不多